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模型 争取更多谈判的这个准备模型的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象限部分 这个第二个象限是叫做Situation Analysis 叫做情境分析 也就是我们策略管理里面的情境察觉 或者我们讲说分析 情境分析 这里面包含六七八九十 五个步骤 五个步骤 那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个准备模型的 这个六到十五 这个五个步骤 个别在讲些什么 好 那第六个是讲到双方的需求和利益 你必须要了解双方对于目标的需求 或它的利益考量在哪里 然后呢 这个里面有一大部分要牵涉到这个人 人就谈判者他的知觉印象 知觉印象 其实包含对事情的看法 叫做Perception Perception 因为我们知道对同样一件事情 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个叫做Perception 印象呢 我们通常就给人家的所谓的第一印象 或者所谓的刻板印象 所以这是一个人际之间互动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你要知道对方他是怎么看事情的 然后他对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必须要知道这样子的知觉印象 你才能够去决定你要如何跟他去沟通协调 当然除了这个知觉印象之外 还有一个所谓的沟通风格 有些人呢 就是我们在讲到说沟通风格也是有东西方文化差异的 那东方文化比较去保守 隐晦就是我要求的事情我通常不会明讲 就是拐弯抹角 然后西方文化比较偏向于直来直往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不同的沟通风格 在谈判的时候 这个话术的运用上面就是在沟通方面 也会造成人际关系的这个冲击 还有误解的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标准 那我们谈判的这个所谓的利益衡量 我们当初最在这个谈判原则里面讲 所以希望能够用到客观的标准 就是我们讲利益的衡量 价值衡量标准 那谁的标准 是你的标准 还是对方的标准 还是大家所公认的标准 所以这个标准 你必须要事前做功课 把这个标准把它找出来 然后我们情境分析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再度的审视目标 就是说当初你所设定的目标 会不会因为情境分析的改变 而目标有所变动 所以这个是在分析情境里面的 五个准备步骤 我们接下来把每一个步骤 都详细的说一次 双方的需求和利益 是理性的需求 还是感性情绪上的需求呢 那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谈判的假设里面 我们都假设谈判者都是理性的 理性的人 可以有理说服的 可是我们知道 人是一个不完美的动物 通常会有情绪上面的感性的诉求 所以这个情绪或是感性上面的需求呢 诉求甚至可以超越理性的诉求 所以我们要能够掌握对方的情绪 他所表现出来的情绪 面部表情 肢体语言 或是手势 或是眼神 这个东西我们都要仔细地观察 那第二个呢 就是需求是矛盾的 或是共同的需求 老师我为什么这个地方 把矛盾把它强调出来呢 因为共同的需求没什么好讲的 你我都是有共同的需求 那可能就是说 这个就看资源有多少了 是不是竞争还是合作 那共同需求争议比较少 那如果需求是矛盾的呢 矛盾的 不要忘记了 那我们讲说冲突 冲突的需求 可能也就是彼此能够开创 这个更加方案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要能够掌握 要能够掌握 这个彼此之间的矛盾需求 我们看看能不能从矛盾的需求当中 能够发展出来更好的这个方案 那第三个 这个有关于需求与利益考量 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需求 那我们通常呼吁 要着重于长期的需求 因为我们知道 谈判并不是一次就谈完了 可能你一个复杂的议题 就可能要经过很多次的多轮的谈判 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比较着重在 也是比较强调在长期的需求 而不是眼前这一次谈判目标的达成 所以在这边再次跟同学们强调 身为一个好的谈判 要能够掌握对方的情绪需求 当然你自己的情绪也要能够掌控 然后如果需求是矛盾的话 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负面的看法 而是应该主动的积极的去探寻 这个矛盾的需求可能带来机会 然后我们要主张或是倡议 能够双方能够朝长期的合作关系来迈进 这是有关于双方需求与利益的考量 那知觉印象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事情或对人的看法不同 所以我们要知道各方的想法为何 你对这个人 我们通常人会因为他的外表移荣而有所谓的刻板印象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很危险的这个想法 虽然我们都会要求好的谈判者 自己在这个外表移荣上面 要能够符合国际标准 或是符合一般人的预期标准 不会说像我们这次柯文哲 柯P先生接受到别人家礼物 还说人家是破铜烂铁 这个是非常实力的行为 那我们讲说各方的想法 他的对于事情或对人物的知觉 和他的印象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到 角色互换的演练 如果你是他 OK 你如果是这样子想 可能他背后所隐藏的意涵 或是代表意涵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能够掌握对方的想法 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最好就能够所谓的role playing 角色互换的演练 然后你如果牵涉到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谈判者之间的应对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文化差异 还有冲突管理 还有你对于这个 对方他过去的原型 是否能够信任等等的 所以光一个知觉印象 我们讲perception和所谓的stereotype 就是我们讲刻板印象 可以对于这个 这个情境分析有很重要的印象 好 再来我们来看 就是彼此的沟通风格 好 那我们讲说对方的知觉印象会如何的影响 你的沟通能力 如果你碰到一个看起来很强势的人 很果决 然后坚毅不拔的 这样的人的话 你如果是对他这样印象的话 你会不会也跟着就是对抗起来 可能在有个坚毅的外表下面 可能有一颗柔软的心 也说不定 所以我们讲说 不要被对方的知觉印象 你对对方的知觉印象 而影响了你的沟通能力 那我们的沟通 我们都是要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尝试与对方接触 你有接触才有沟通 有沟通才有讯息交换 那如果彼此之间都能够达到一种 坦诚互信的这样的基础上面 那谈判比较容易达成 然后双方的关系如何 这也是我们一旦在强调的 不断在强调 谈判者之间 虽然他们的立场和利益 可能是对立的 可是呢 我们要对视不对人 也就是所谓的哈佛谈判书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对视不对人 人事分离的这种原则 我们在对方关系 我们始终要维持一个友好和谐的关系 然后有利于后续的谈判 不要因为这次谈判的争议 就影响到这个批词的友谊 这个是在沟通的时候非常重要的 好接下来是标准 我们刚才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有提过 这个我们在衡量 这个谈判的这些价值准据的时候 我们希望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而不是对方的标准 对方如果他提出来的标准的话 你要问他 他的理由根据何在 如果说不符合一般人的共识 或是看法的话 那你就很有理由拒绝他 或者是请他再考虑 那如果说你要推翻对方的标准 然后你自己又提不出来标准的话 那你就要参考相关的规范 相关的规范 那就是我们讲说 国际上一般公认的 或是通用的这样的规范 就要符合一般人的预期 这个如果能够符合一般人的预期的话 这个通常约束性比较大一点 所以在这边要谨记的 就是说你不要限于对方 使用采用对方标准的这个陷阱 那最好能够使用你的标准 那当然我们讲说将心比心 那对方也可以想质疑你 你的标准的根据和在 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 能够找出来 大家都能够认同的规范 这是最好的做法 好 那最后呢 就是所谓的审视目标 审视目标 那我们知道 我们在情境分析完了以后 我们这个情境 我们大致上掌握了以后 我们要重新的审视 当初所设定的目标 是否还实际可行 如果还是实际可行的话 就代表说你的目标当初的规划 是很好的 规划是良好的 那如果说 因为情境分析完了以后 这个目标可能会有所改变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做改变 好 这是审视目标的这部分 然后呢 你在情境分析完了以后 那通常就是有所谓的 非实质性的接触 你就可以看这个阶段 通常就还会探寻对方 他们的希望 他们的要求 他们的标准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要去仔细的审查 是对方哪些东西为何说yes 哪些事情为何说no 那刚好你可以注意到 老师标示的颜色 说是的部分 可能是对他们有利的 对他们认为是有利的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小心一点 避免落入他们的陷阱 然后说不的部分呢 他说了不的部分 代表有协商的空间 就是有问题 有冲突存在 然后我们好的谈判者 碰到问题冲突 或是风险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它视为 可以探索的机会 所以对方如果说不的部分 我们应该多花点心思 然后去想想 如何让他说不 如何让他说yes 这个是我们在审视目标 要注意的部分